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来看南华早报文章 中国海归面临就业市场限时 薪资低于预期 在中国日益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 海外归国毕业生发现他们的学位价值进一步下降 有些学生的薪资比预期低三分之一以上 据一项对超过9000名学生和家长的调查显示 根据领先的校外教育提供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 去年海归 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海归的首月平均工资比预期低 23%到34% 调查显示 持有海外本科学位的学生月均首月工资为7928元人民币 约合1097美元 比预期低约2700元人民币 而拥有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月均工资为9526元人民币 尽管如此 也比预期低约2200元人民币 预计今年将有创纪录的1179万大学生进入中国就业市场 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尚未完全恢复 国家统计局周六表示 4月份16至24岁年龄段的调整后 失业率为15.3% 与上月持平 该数字在2023年6月达到创纪录的21.3%后被暂时暂停 以便为中国劳动力调查统计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提供时间 12月恢复后 不包括学生在内的失业率为14.9% 上个月 2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也保持在7.2% 青年失业是我们说劳动力市场尚未正常化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缺少一些数据点 安联贸易亚太地区高级经济学家François Huang说 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调查中 近20%的受访者期望薪资超过1.5万元人民币 然而 几乎没有持有海外学士学位的年轻专业人士实现这一目标 只有约10%的硕士学位持有者达到了这一门槛 报告称 现实情况是 对于他们来说 从第一份工作中获得如此高的薪水是非常困难的 报告还指出 对于许多中国家庭来说 送子女出国留学不再被视为奢侈 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 送子女出国留学与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不可分 出国留学变得更加普遍和正常化 报告补充道 过去十年中 被视为普通员工的家长中 有意送子女出国的比例显著增加 2022年这一比例达到45% 但今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39% 中层管理职位的家长中 选择送子女出国的比例 今年仅达到29% 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与近年来紧张的国际经济形势有关 导致一些家庭的资金减少 并对出国留学持更谨慎的态度 报告说 报告还指出 中国的经济下滑和地缘政治事件也影响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留学目的地选择 据报告显示 英国连续第五年成为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 领先于美国 报告称 这部分原因是英国提供的课程时间较短 硕士学位通常为一年 而美国为两年 这意味着生活费用较低 能够更快进入就业市场 此外 报告补充到 英国可能提供更稳定的政治环境 更多面临预算紧缩的中国中产家庭 也在选择更实惠的海外留学目的地 报告显示 30%到40%的家庭将留学预算定在30万元人民币约4.15万美元以下 用于亚洲和欧洲国家 这低于此前美国和加拿大的热门留学目的地 后者的平均花费约为60万元人民币 中国以召集高级官员和专家讨论可能的提高生育率或防止持续下降的方法 此时发布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年轻人即使面对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政策 仍然对组建家庭犹豫不决 尽管北京放宽了每户家庭允许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 并承诺为新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但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缺乏就业前景和产假福利 足以使潜在父母打消生育念头 而现金支付或税收优惠的好处则相形见处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 超过100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成员 其中许多人是人口学或经济学领域的专家 于周六在北京参加了会议 北京需要系统规划其人口政策 增加对生育的社会支持 以减轻与养育子女和教育相关的经济负担 副总理刘国中说 这次高层会议凸显了中国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的高度关注 这个国家历来依赖庞大的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 现在试图遏制出生率急剧下降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发布的数据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总数为902万 是1949年建国以来的最低值 同年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及一个妇女一生中预期生育的子女数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 2.6下降到1.19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这一数字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的2.1 甚至低于长期公开斗争于低出生率和老龄化人口的日本 其生育率为1.31 北京的焦虑 北京的人口焦虑不仅限于劳动力短缺 低生育率加剧了几十年独生子女政策 大多数家庭限制生育一个孩子造成的人口失衡 预期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 而老年人口则增加 这对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构成了特别挑战 2016年 北京放宽政策 允许原本受独生子女限制的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 2021年将这一上限提高到三个 湖南和河南等多个省份增加了育儿津贴 然而根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毛兆燕的调查 这些因素对中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关心的 相反 促进就业的政策 尤其是针对年轻女性的就业政策 被认为是激励生育的最有利因素 青年就业 这项调查在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间对中国八个省份的 32,282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当时新冠疫情对就业市场造成了严重影响 然而 即使在2022年底取消了病毒控制措施后 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低迷 政府数据显示 3月份16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约为15.3% 约60%的大学生表示 他们认为保障女性就业公平并提供足够的带薪产假 是增加他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 这些发现于周五发布在共青团广州委员会的青年探索 期刊的微信账户上 近40%的受访者表示 充足的男性产假和获得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教育 是激发他们组建家庭兴趣的条件 超过30%的人认为灵活的工作安排也很重要 此外 超过40%的学生表示 三孩政策的转变对他们的生育意愿没有影响 只有约10%的人表示税收减免 住房激励和生育津贴等政策会影响他们的决定 近18%的人报告说他们坚定反对生育 表示没有任何政策能改变他们的决定 2021年 中国多个省份将女性的产假从约三个月延长至近六个月 而男性的产假则保持在半个月不变 延长产假的成本主要由企业承担 这使得许多企业不愿雇佣女性 并在经济士气低迷的时期打击市场信心 我们需要为年轻人提供有利于生育的工作环境 毛兆燕说 决策者 应该在产假保险中包含对产假和育儿假的激励措施 以避免将负担转嫁给招聘方 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2023年北京的育娃人口研究所估计将第一个孩子抚养到18岁的成本为53万8千元人民币 约合74,351美元 是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3倍 是中国人均国内生的市民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倍 也计判了1923年 新闻的年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23年 但不开选业不动的 不是